国家人权委员会2020年成立以来 最近应法国在台协会及法国人权联盟正式邀请首次出访 主委陈菊在驻法代表吴志忠的陪同下 率团访问国会参议院 参议院副议长继友台小组主席李察热情接待 促息畅谈一小时 陈菊首先感谢参议院去年5月通过决议案 挺台参与国际 陈菊表示国际人权价值的交流是委员会一大工作要点 先前法国曾派人权专家来台协助台湾和国际人权接轨 此行出访期盼台湾能学习法国长处 继续发展并保障人权 去年在台湾我们也见过友台小组 他们一直认为台湾在国家人权委员会 应该跟华国人权宣言的发言地 还有华国的人权价值的坚持追求 我们可以有很多合作互相努力的空间 国家人权委员会第一次能够到华国来 意义非常重大 参院副议长李察表达挺台立场 指出民主人权是台湾的软实力 台湾只用数十年就从威权走向民主 成为人权典范 在议题上具有影响力 法国也意识到台湾正遭中国威胁 民主饱受挑战 期盼台法深化人权议题的合作 我们要为生常假的 我们的思考 我们有问题 为了优优予 利云的自由 和自由 反正自由 为台湾出适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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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在国际上的同时 在国际上的国家 在国际上的国际上的国家 而在其他国际上的国家 陈居此行将继续和巴黎市政府 法兰西学院等政府机构会面 访问非政府组织 并出席台桥组织 在10号世界人权日举办的活动